字幕提供 詞曲‘ 在佛變 疑問是在一個句子的句文 加一個助詞 解答 我們小考試 Chernin 累積類比的 這個很簡單 我們交代現就要結束了 現在還是這個而已 那名詞修是名詞的關係 名詞名詞相接受 用no來連結 所以這一課的重點大概是這些 這等一下交代一下 你們馬上就會了 再來是自我介紹 大家已經完成了作品 應該自我介紹都寫出來了 可不可以自我介紹 可以了 自我介紹當然你要長要短都可以 基本上我們請同學寫的那些東西 大概也介紹到你自己的一些基本狀況 你想要做深入的介紹 那就自己再去介紹 像有一些你參加社團 那個比較輕鬆的一個場景下 你可能會介紹自己的興趣 對不對 那我們是給同學一個SkiLess 喜歡 當然給同學單字沒有非常多 你們自己也可以自己喜歡的東西 自己再去加 換一個名詞就好 所以這一課最重要 自我介紹要會 那這些句子 這些用法都會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等一下我們跟同學介紹一下 這個mode的用法 累積類比的用法 然後還有疑問句的回答方式 疑問句的回答方式 其實我們也學了好多疑問句的 你們學了什麼疑問句 請問對方什麼東西 還有來問人家的歲數 我常在問你們 你們也會回答的吧 自己幾歲 還有呢 還有你們課本裡面 第四個單字跟第二十二個單字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那個人是誰 那是誰 還有那個方法 那是誰 對不對 就是問那是誰 這樣的內容 那那個那是誰 昨天有一個同學很可愛 他可能單字還沒背好 那是誰 還可以問什麼 Oikutsu desu ka 對不對 不要客氣的用法 他沒有背到 他跑來問 因為那個學長考完試以後 那個助教幫我們考完試以後 他跑來問 那個我們是用 助教是用Oikutsu desu ka 他說那是什麼 幾歲不是應該用Nansai desu ka 我說你再去看一下你的課本 所以那是單字還沒背好 對不對 那所以單字把它背一背 單字非常重要 學語言 你不會單字大概就講得多話 那你不會句型還好 你還比一比加上單字大概就人家聽得懂 所以單字一定要背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內容 先回答一下這個肯定句的句尾 我們放一個叫做斷念吐重詞 就肯定的注重詞叫做什麼 我現在用他的名稱 語法的名稱來講 那你們簡單告訴我 肯定的句尾 我們會加什麼 des 其實他的那個語法名稱 文法上他叫做斷定的注重詞 表示肯定 des des 要表達成否定的時候 會變比較強 變什麼 じゃありません 那じゃありません 我們跟同學說過 他有其實有四個說法 否定 等一下我們再復習一下 那一問句就是用一個卡 句子的句尾 要一個卡 那最後這個等一下講 名詞跟名詞相結 大家都知道用no 我們來復習一下 剛剛的這個否定 你們都已經非常熟了嗎 じゃありません 這是我們課本給的否定的用法 但是其實否定有好多的說法 總共可以有四個說法 那為什麼會有四個 因為這個じゃ等於什麼 では 又可以講成では 那ありません 又可以講成ないです ないです 所以你那個じゃありません 是日文課的じゃありません 但是你也有可能看到 じゃないです 或是ではありません 其他的書 有一些教科書 它是寫這個用法 或是ではないです 這四個都是否定 です都可以改名這四個 所以 えわびじゃありません 或ではありません じゃないです ではないです ではないです 我們課本是用這一句 那其他人講的這些否定用法 你要聽得懂 或是你們自學 找到別的書 可能都會看到其他用法 那個えわびです 就是我們名詞句 像我們一邊做複習 那一邊同學 自己再看看這樣的內容 你是不是都已經OK了 所以呢 我姓林 我們念一看 來把這個帶進來 帶一下否定的否定 來 私は林です 私は林です 私は林じゃあ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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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です 改成じゃありません 否定的用法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話 你們要配合你們三十二頁 你們的那個課本的句型A 不是句型 也有問題A 這個部分 那基本上 我們每一課練習A 都是我們的句型 所有句型 我們大概會配合這個句型 那告訴同學怎麼用 每一課重點在這裡 那C的部分 它會有一些短一點的繪畫 那就是你學到的東西 你如果要應用的時候 把它變成繪畫 應用的時候 大概是C這部分 有短的繪畫 那練習B 它是各種 它這個A裡面各種句型 去幫你做非常非常多的練習 那如果有興趣 同學就去帶一下 我們基本上用我們課堂上 給同學內容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句型 這一個 A和Bです 剛剛說的這個 這個叫做Mo 類比的用法 那你們配合你們的三十二頁 看一下你們分到了嗎 三十二頁列寫A的部分 它在第四句 第四句的地方 我們說明一下這個 同學 你看一下 就看我現在可以版上這個 A和Bです C和Bです 你們來推測一下 這個Mo是什麼用法 有沒有看到這個有一個B 這個有一個B A 我們用名詞最簡單的一個反應是 A是B 對不對 那C怎樣B 也是 對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這個Mo 在名詞句的時候很容易把它翻成也 兩個情況一樣 後面的狀況跟前面一樣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Wa 本來是Wa的這個Wa 這說明用的Wa 改成Mo 那後面的情況跟前面一樣 我們就會用Mo來取代Wa的用法 那我翻譯的時候變成也是 例如說令掌他是學生 那進掌也是學生 我們來唸開來 令掌は学生です 令掌は学生です 進掌Mo 就是這兩個人都是學生 所以後面的狀況跟前面一樣的時候 那個Wa 你把它改成Mo 這個叫做類本 同類相比 它的用法這個Mo 所以這個很簡單就這樣而已 沒什麼困難的地方 就這樣 這樣了解嗎 我們來唸一下課本三十二頁的句子 一起來唸看來 Santo Sangwa 無辣基督神です 這句是什麼意思 你們順便翻譯看看好了 Santo S要翻是什麼 其實這Santo S已經被翻譯過一次了 因為他是外國人 被翻成日文變Santo S 你從Santo S音 你想要翻中文 你會用什麼來翻 其實這個沒有固定的用法 只要你翻了異音差不多就好 三多詩 那什麼 三德詩 大概是怎樣 或是三德士都可以 上走詩就可以了 好 那這裡什麼 布拉基督是哪國人 巴西 巴西人 所以這怎麼翻譯他 三多詩或三多士先生 或是小姐都可以 是什麼 巴西人 對不對 我們來往下看 來 Maria Sammo 布拉基督精神 所以這個Maria是誰 我們會翻譯成什麼 Maria 好像我們比較常聽到 Maria Maria感覺比較像小姐 我把它翻成小小 Maria小姐怎樣 她也是巴西人 對不對 跟三多士一樣都是巴西人 所以這個Mo 那接下來呢 來念一下Anon Hidomo 布拉基督精神 有嗎 那個人他都會懂 那個人也是 所以這邊Mo Mo Mo 後面狀況跟前面一樣 你就用Mo 來取代這個Mo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Mo的用法 來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問句你怎麼答 剛剛我們說的 我們覺得好幾種問句了 但是其實基本上 你在問人家問題的時候 有兩種分類 一個是什麼 問內容 你的問題 不管是哪個語言 應該大概這樣 一個是問內容 你的名字叫什麼 你名字叫什麼 這問內容 你如果人家問你的名字 你就回答他的名字 對不對 還有一個問什麼 是不是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要回答什麼 yes或no hi或ia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問內容直接回答內容 但是呢 如果人家問你是不是什麼的狀況 yes的時候 就hi A或Bですか hi A或Bです 這是肯定 那如果不是的話 以的 我們就是以的 no 就會出現 A或B 那這個des改成什麼 就這樣而已 否定句 這是名詞的否定句 des改成加了兩者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練習這個部分 好 來 我們來練習看看 一起來練習看看 Dinさんは学生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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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先生 Din小姐 你是學生嗎 這個Dinさん 有可能是在問別人說 那個Dinさん 那個人 也有可能是問你 如果要看場景 那日本人常常 他在跟你講話 他常常不會用anada來問 不會用你這個字來問 你姓林 他可能就問你Dinさん 你是學生嗎 也有可能是這樣 那個anada不一定會常出現 你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 我是設定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學生嗎 立長你是學生嗎 我這個常常這樣設定 好 那肯定 嗨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回答方式 那否定就比較多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像這樣的 你是不是什麼的時候 你要回答夜神 人家怎麼問你就怎麼回答 就好了 其實還蠻簡單 但是你看到我這邊 因為剛剛設定了 他在問我就是你 那你回答的時候 其實那個我答是我 是的 我是學生 這樣順地回答 但是呢 這邊我把他關號起來 這邊可以省略 因為他在問你 你就算不要講我答是我 他也不會認為你在講別人 對不對 所以已經都很清楚在講誰的時候 你跟我之間都很清楚的時候 這個常常省略 這個人稱常常省略 我們兩個都來練習看看 來 嗨 私は学生です 私は学生です 是的我是學生 來再一個 嗨 學生です 學生です 那我們再翻譯成中文 其實都是 是的我是學生 就可以了 你中文只要是 那個 比較像中文的翻譯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一個翻譯 那個回答方式 你把這個內容省略掉 這個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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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的就是那樣的意思 如你所說的內容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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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在看到日據 或是卡通 也常常聽到so so so 也會常聽到so這個字 那名字叫 嗨 そうです 嗨 そうです 是的如你所說 再一次 嗨 そうです 嗨 そうです 就這樣 所以你要回答 嗨 学生です 嗨 私は学生です 嗨 そうです 嗨 そうです 都可以 這個so so so 就取代了他所講的內容 如果基本上 這個学生還蠻好唸的 所以你嗨 學生です 那有很多人 這個很難唸 以前有同學 因為這個字 聽著懂 但是不會唸的時候 就頭講過 嗨 そうです 那就避免唸的那個字 反正你講so 就是回答他的問句 soです 好 這個肯定句 就是這樣而已 那否定句前面兩句 基本上就是把肯定句的 des感加りません des感加りません 就是否定 所以這兩句是這個的否定 那這兩句是另外的 我們那個否定 有很多回答方式 來 我們念念看 家 学生加りません 有沒有 這一句就是 把です感加りません而已 那我括號這部分 是你比較親切 要告訴他 其實你是什麼身分 那基本上我們回答到 学生加りません 就已經回答到他的問題了 不 我不是學生 因為他只是想了解 你是不是學生 那當然他言下之意 搞不好他還想要知道 那你如果不是學生 你是什麼 他可能想要這樣的身分 所以如果你客氣 親切一點 想要告訴他更多資訊的時候 你這個可以告訴他 我不是學生 我是什麼 公司的職員 我是上班的 來 会社員です 所以你可以整句這樣回答 我們再一次來 家 學生加りません 会社員です 這是你親切一點告訴他的 多的資訊 好 我們看 那這一句呢 是把這個否定掉 ですがんじゃありません 我們來看 いいえ そうじゃありません 一樣 你如果親切一點 再給他多一點資訊 開社員です 就這樣 好 這兩句是什麼 我們來看 違います 違います 不是不是 不對不對 這個字 它是一個動詞的字 不不不 不是的 不是 我們還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回答 我們再一次來 いいえ 違います いいえ 違います 一樣 你再怎樣 多一點 熱心一點 再多一點資訊給他 一樣可以告訴他這一個 來 開社員です 開社員です 好 這是動詞用法 當然這個括號 開社員です 都可以不要講 基本上你已經回答到他的問題了 如果你想要再告訴他 多一點資訊 就告訴他 最簡單的回答方式 那個開社員 不要用 直接告訴他 不是啦 我是公司的資源 這樣也是一種回答 我們來看看 いいえ 開社員で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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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 你要用哪一個 你喜歡用 在ります 你們說在ります 但是這裡就是要強迫你用 為什麼 因為你要練習 名詞的否定句怎麼講 當然語言是活的 你喜歡怎麼講就怎麼講 你們現在看中文也是這樣 沒有固定 一定要怎麼回答 只要講得通就好 順便告訴同學 我們通常在講日文 寫日文的答案的時候 我們都請同學 用兩個階段去判斷 第一個 你的文法對不對 文法要先合乎那個語法 第二個 文法對了以後 你要去判斷你的 那個內容通不通 意思有沒有通 有時候那文法是對的 但是那意思不通 怪怪的 那個就是錯的 所以當然你就用這兩個方式 去判斷你自己的答案 對不對 等一下就會請同學 你要做那個三七頁那個 你們就去判斷看看 所以這就是 yes 跟 no 的回答方式 肯定大概基本上就這兩個 差不多這兩個 那個否定比較多一點 來我來問你們 我反過來問 因為你們現在是港生 我想請問你們 好 皆さん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三 所以我就叫你們 好 來 あなたは会社員ですか いえ 開社員ですか 對 你們選最簡單的這個 你們 又想要好心告訴他 你的身分 又不想講太多 所以最好的簡單 答句就是這一句 いえ 開社員 好 那我來練習看 いえ 開社員じゃありません 學生です いえ 開社員ちらに対ør たまさん あなた的アドケル 今天也分辨 方式 なอก 場外 戶口 大藉 いいですね 這就是 yes 跟 VA なんか 難ですか 那予改 facilities 或是難才ですか 直接這些 大概是這樣的問句跟答句的方式 我們這一課 重點差不多講完了 所以你這一課 來回到剛剛那邊 你應該學到什麼 會了嗎 你自己再確認一下 剛剛給同學的肯定去電詞回答 這是名詞句的 這個呢 吃了沒有 當然它有四種 這個一個咖 句話也有一個咖 那累積累積就是後面的狀況跟前面一樣要用No 那名詞跟名詞相接你會不會用No來連結 那N個名詞相接 那你就有N解一個No 對不對 這樣會嗎 自我介紹會了嗎 都會的話 那這一課應該差不多了 我看你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單字跨路 那跟我說問題看不懂 問題看不懂怎麼回答 沒辦法回答 下個禮拜趕快點考試 沒有發現沒有考試你們的心 都偏到那個比較嚴格那邊去對不對 這邊就有幫幫幫幫 雖然心裡有一點過意不去 但是一邊過意不去 一邊就沒有理他對不對 這個人之常情 來 我們把那個三十二頁每一個 練習A的每一個句子 我們都念一句 來練習看 來 私はマイクミラーです AはBです 第二句 來 私はカールシュミットじゃありません 私はカールシュミットじゃありません じゃありません 我們順便翻譯一下 第一句 私はマイクミラーです 要怎麼翻譯他 我 是 迈克ミラー 迈克ミラー 隨便音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是他這是什麼 他的全名講出來是這樣 像我講私は王小民 我是王小民 但是如果你只講信的 你要怎麼翻譯 私はリンです 我 你會翻譯成我是0嗎 我 自己翻譯自己 你會講我是這樣嗎 你現在講另です 另是什麼 性 所以應該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如果是 私は另です 你要怎麼翻 我性0 或是必性0 就好了吧 所以這翻譯你要符合中文的說法 知道嗎 他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那個我 就是一定要翻譯成是 不一定 你要看你回答內容是什麼 那請同學注意一下這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 真是否定句 來 第三句是疑問句 我們來看看 阿納兔阿 阿納兔阿 君さんですか 君さんですか 君さん 那個人是 墨村先生或墨村小姐媽 如果是的話 怎麼回答 嗨 嗨 嗨 對 這是頭講 如果是 咱們把它完整的 什麼問完整的回答 人家問你那個人是墨村小姐媽 你說是的 她是墨村小姐 怎麼回答 你們看來 嗨 阿納兔阿 君さんです 阿納兔阿 那個這裡也可以嗨 君さんです 阿納兔阿 因為剛剛問句已經出現過 那同學剛剛選擇 避免講那麼多話 也是一個方式 適得 好 這邊我們再複習一下 你的あの人剛剛是什麼 那個最下面這邊 這是比較沒有那麼客氣的 這邊有括號跟沒括號 我們來念一看 あの人 誰 如果這樣 那個是誰 我們回答 是木村小嘴羅家 是木村小嘴羅家 這時候你又不能說 你叫我回答他 沒有 他是木村小嘴羅家 那人是木村小嘴羅家 或是木村小嘴羅家 我們再用客氣一點的說法 那人是木村小嘴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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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木村小嘴羅家 怎麼回答 一樣 木村小嘴羅家 這樣不會 所以同學注意一下 あの人跟誰要配 あの人跟どなた要配 客氣的 對客氣的 第四句剛剛唸過了 就不要唸 我們唸第五句 一起來唸看 所以怎麼翻譯他 米勒先生 或者米勒小姐 都可以 是IMC這家公司的職員 下一句 我們來看 第六句 這是歲數的用法 來 貝勒先生 他九歲 他九歲 下一位小朋友 來 タロ君 他八歲 他是幾歲 我們來問問看 貝勒先生 他幾歲 貝勒先生 貝勒先生 誰 貝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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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數的時候有幾歲 貝勒先生 這比較不一樣 那個課七點的用法 那這兩個問題 這一課的重點在這邊 那等一下 要給同學看一下 你們等一下要回那個二三七頁 等一下我們在收作品的時候 同學看一下 那 這裡還要給同學練習一下 你要介紹別人 然後人家跟你介紹完那個人以後 你要怎麼樣的那個對應 我們來念看 這個問人家的名字 一起來問 失礼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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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名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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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單字的部分 對不對 如果到這裡結束的話 你的語調上揚才是什麼 問句 問句 但是我們把它完成 把它完成到這裡 來 再一次 失礼ですか 失礼ですか 這個が要下降 語調下降 上次有跟同學說 你這邊要往下降 が が 它是一個 這個含和語氣的那個 接續住詞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還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我們把後面念完 來再一次 我們兩個人互相介紹完了 一個姓李 一個姓陳 接下來那個姓李的要跟姓陳的 介紹另外一個人 這時候怎麼介紹 我們念看 金さん こちらは林さんです こちらは林さんです 你們要注意到 自己自稱的時候 不要加三 對不對 這個我姓李 這個我姓陳 但是他現在跟姓陳的這個人 要介紹一位姓李的 那這是什麼場景 現在他那個姓李的 這個李先生 假設他李先生 李先生 他旁邊也位姓李的 假設是林小姐 那他要跟金さん 陳先生 介紹林さん 林小姐的時候 我們在那次來 金さん こちらは 林さんです 這個こちら 我們在第三課會出現 他本來是表示方向的用法 這是一個知識代名詞 這邊這邊 但是你現在的人 已經在你旁邊 這邊 我們通常會怎樣翻譯 這一位 因為在我旁邊這一位 所以這邊 在介紹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這一位 這位 金さん 陳先生 這一位是林小姐 就這樣 你要介紹你旁邊的一位 就這樣 那介紹完以後 林小姐自己跟陳先生自我介紹 我們念看 はじめまして はじめまして 林で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こちらこそ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邊他也應該其實 始めまして我省略掉的 因為其實是我介紹非常多的方式 但是基本的用法就是始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是結尾 你好 你好 我姓林 請多多指教 這個呢 我姓陳 這一句大家注意一下 こちら 剛剛這個こちら 這一位 這邊 剛剛我們說這邊 這整句我們已經變成一個慣用了 哪裡哪裡 我才要怎樣 我才是怎樣的時候 對方如果跟你 這是在自我介紹 但是他也可以用在其他場景 譬如說 他說 這次我們怎麼做得不夠好 跟你道歉 那你就很客氣的跟他說 哪裡哪裡 我們也不夠好 你不要太在意 你這時候就 可以講 知道嗎 或是人家跟你道謝的時候 托你的福嗎 這是什麼 我們這樣的工作才能圓滿成功 哪裡哪裡 我也是要感謝你們 還好有你們協助 這是客套的一個說法 こちらこそ 所以我們通常分譯成 哪裡哪裡 我才是怎樣怎樣 這樣的用法 こちらこそ 那在這一個場景是哪裡哪裡 我才要請您多多指教 就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注意看一下這一個 我們課本是不是寫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有寫那麼完整 有寫那麼完整 但是你們可能看到 上次我們看到多邊填加 他們有的時候只有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而已 對不對 其實這一句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一整句 請多指教這一整句 最重要的關鍵是這一個字 よろしく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人家自我介紹 少了どうぞ 只有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就像這裡我把どうぞ省略了 或是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或是前面跟後面都不見 只有よろしく都有可能 但自我介紹至少よろしく要出現 那這整句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是最完整的 最完整的 但是你有可能會聽到省略的說法 不管怎麼省 這一句都一定會出現 よろしく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どうぞ自己出現 它是什麼 請 它可以配合很多內容 變請怎樣 請坐 請進 請怎樣 這個どうぞ 請用 所以這個どうぞ 那這邊お願いします 拜託 麻煩 的意思 所以這邊整句 然後請多多指教 麻煩你 請你多多指教 這是最完整的 好 到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這是我介紹 但是你要介紹別人的時候 多一個こちらは 什麼什麼です 這樣就好了 沒問題的話 同學們 在下課前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你們應該 應該 我的期望 應該有進去了吧 這個 我放在你們的那個 數位平台 Moto上面 放很久了 好幾個禮拜 對不對 有沒有人進去看一下 這個A0 請問它是哪裡來的 它是哪國人 何人ですか A0 有誰知道它是哪一國來的 你們進去看嗎 都沒有進去看 A0 A0是誰啊 不知道 還沒有發現這件事 好 這我介紹給同學一個 這是日本的 其實我希望同學自己 能夠找時間 多一些不同的管道 去學日語 那這是日本的NHK NHK知道吧 有點像我們公視 日本的公共電視台 NHK他們自播的 總共有25課 我們現在在第一課 好 它是針對外國人 在日本的外國人 他要出一個教材 給那些外國人了解 日本社會還有日語的說法 那這個 他們的這個教學方式很活潑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已經學了自我介紹 那看一下他怎麼自我介紹 這邊有非常多的內容 一開始請同學先去看 我給你們的那個網站 我已經幫你把這個日語 我已經幫你改成中文的簡體字了 所以你們點進來 應該看到是中文的簡體字的翻譯 那這邊是可以選的 它有恩國語言 有沒有 英文 那這邊我已經幫你改成中文 不過那是簡體字 那基本上請同學進去都先去看 基本短劇 這是整課的那個 他這一課要交代你的劇情 他會先演一出給你看 你等一下就看到A0 那看完以後呢 我會建議同學先到重要字句 那有一個老師 這邊變漫畫的動畫的一個方式 一個Oligo 長得像酪梨的老師 他會教你 那跟A0 A0會變成動漫母Q版 那在這邊練習那個句子 然後呢 看完以後 你就自己看你要進階的短劇 你可以再去聽一下 那這邊很好的是 你放完以後 它有劇本 這劇本是蓋什麼 你可以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這是什麼學生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你把它弄進去 他會幫你說你 當然這是那個大陸的說法 叫早上好了 我們說你好 比較鄭重的說法 要不要多一個ございます 那老師跟學生就只有 おはよう用於朋友或晚輩 這邊都有幫你做解釋 而且呢 這發音 這就是剛剛的短劇裡面的發音 每一個句子都有 那你就可以自己聽聽看 那聽所有的 它就會全部出來 然後呢 你還可以把它的假名弄出來 它這個憨字 你不知道怎麼發音 都可以弄出來 然後這個羅馬拼音 我已經不推薦了 你們應該不要再看羅馬拼音了吧 直接唸得出來 但是真的還不行的話 羅馬拼音可以弄出來 那是中文簡體字的翻譯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自己去學 那再來呢 還有漫畫的方式 剛剛那個演戲 還會用漫畫的方式 出來 那你按下去 日本的事 我會有很多勉強 所以 我請你來自我介紹 一樣是剛剛那個基本短劇裡面的內容 它把它用成漫畫 那後面呢 弄完以後呢 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正確答案核對答案 對了它就會給你馬路 鼓勵你往下一步去 這個是內容 你學完以後 你自己去看看你會不會填 所以你還可以呼吸 好 那裡面還有一個這個是文化的部分 它會給你一個東西 這每一課都有 當然內容都不一樣 請問這是什麼 你要選擇衣架 衝浪板的放置處 健身的器具 還是自行車提放 好 對啦 對 正確答案 然後呢 你還可以 好 我沒有要打你 它就會放給你看 好 我們現在不要放這個 因為那個暫時假 那在Midemio這邊呢 這是一個高中生的早晨 這個部分它是希望 這個Midemio它希望透過一些內容 讓你們 讓外國人了解那個 日本的一些文化 一些狀況 好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看 最後這個來試試看吧 這是什麼 外國人來嘗試做一些事情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這個跟這個 我們先來看基本短劇 那這很方便的 這邊全部播放 它會一次放完 那這邊一樣字幕會出現 基本上它一定會出現這一排 有漢字的 但是不會有假名 那這邊如果按下去 等一下那個漢字會出假名 下一漢字的假名 它下一台才會出現 那這一樣有龍馬拼音 這是中文簡體字的那個翻譯 如果你需要的話 放下去 這邊都會秀出來 所以很適合自學 或者你翻譯不懂的時候 可以跟他一起唸 來看這種東西 這個聲音可以亮一點 這邊聲音可以亮一點 這邊聲音可以亮一點 看一下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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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生 親自在 離 離 離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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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のエリンさん 今日から半年間 この学校で勉強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みんな よろしく頼むな 這個老師都是講長題 因為他對學生講的 所以沒有那麼客氣 初めまして エリンです イギリスからきました 日本のことを たくさん勉強したいので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じゃあ 君の席はあそこだ 藤岡 いろいろ教えてやってくれ 私 藤岡咲 藤岡 咲でいいからよろしくね 這樣看懂嗎 剛剛他講的話 你有沒有聽懂 可以嗎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很多那個 各種各樣用法 中央詞句裡面 其他的自我介紹 日本のいろいろな人たちの 初めましてを見ましょう 看一下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初めまして ドイエテローです 74歳です 初めまして ドイキヌエです 71歳です 初めまして 阿部です 初めまして 阿部です 倉重です 初めまして 倉重です 初めまして パパですよ 初めまして おーい 小嬰兒 對 不會講話的小嬰兒 也可以自我介紹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ヤテミヨ 你們看一下 他等一下交換名片 日本人在跟人家 新認識的人 自我介紹的時候 通常他們會 交換名片 交換名片的時候 有他的規則 ヤテミヨ 今日は 名刺交換です 初めまして 小倉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初めまして 吉田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名刺は 名前のカードです 仕事で初めて会った人とは 名刺交換をします まずは先生のお手本です 初めまして 小川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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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刺は 名刺は 名刺を相手に向けて渡します 相手の本 ここに 失礼だから 必ず自分の 相手の人は 何の? 先生とやってみよう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ステルクランドと申します スカ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とても上手です とても上手です 英文のことは 持っています すみません はじめまして カトモシマス カトモシマス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剛剛那個トモシマス 他是敬語的用法 尊敬語的用法 那我們都講那個です です 就好了 トモシマス 高級敬語用法 那個お願いします 他會用 オネガイイタシマス 那也是高級敬語用法 那我們一般這樣 お願いします 初めまして ステルクラウンドさて 有名人 初めまして ウマイギリッドです 初めまして 上司laughs 有名人 お、おしよう 握手的意思不太了解 那可能他们没有那个习惯 教外面变这样 所以最后不知道怎么办 就握个手这样 这外国人 这请同学大家去看这些东西 那这边如果你觉得 你还能学一些单字的话 这边教室里面的东西 这什么 咖等什么 咖等 窗帘 窗户 垃圾桶 你就可以按下去看一下 那教室桌子 它这边有三个 包包 最后这边有一个世界地图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复习一下这个 来念一看 英国 俄国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是哪里啊 印尼 印度才是印度 印东西亚 是印尼 日本 韩国 澳洲 澳洲 美国 ół Susan 米禅 美国 如果這個完成以後 我們等一下要來對一下答案 203頁 日本的地圖 我們來念一下 差不多這一課結束 下個禮拜我們要記得來考試 我們考的很簡單 就是你們上課考的那些小考 但是有五個班的考試題目 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都是我上課內容 大概有一些題目是差不多的 都差不多 然後還有你第一課 要比你們念一下 一起來三次 知道嗎 還有等一下那個問題要混 差不多這樣 那我們就休息了